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音 三二 回家吃饭 想吃肉又怕胖 健康节目主持人有妙招 这个五花肉我把它给它瘦肉身 这吃肉不能油腻 还不能长肉 你一顿不适合吃太多 不油不腻 开胃又解馋 小三天口 有它就得了 普通五花肉也能做出新滋味 咱们主要是把这个五花肉瘦身到极致 大厨有法宝 为五花肉全面瘦身四步法 让您无负担 心满意足 大口吃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回家吃饭 今天呢 又跟这个饭爷一块 这一根饭拿出来啊 其实上次我爸来的时候 也是把您请来了 没错 这太太也巴急养大 就你的体型把他摆着呢 自从那回您煮完之后啊 我爸在家里就是做饭的时候 更加的少放肉了 那也没见你瘦下来啊主要是 没见的嘛 对啊 反正我平时是注意点 是 我听导演说 今天这期主题也不一样 就是吃肉 对 是 而且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五花肉 你是不是特别踊跃的要求 一定要来这期节目 我已经调整了多次 所以把这期节目留给我的话 这样这样 还有一位咱们的好朋友 今天也来到现场做五花肉 有请赛赛 欢迎 范老师好 永志好 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给你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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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大伙对你很熟悉 但是你也得做个自我介绍 认识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赛 那这个旁边呢 虽然是老朋友了 但是你也得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大厨饭九星 今天赛赛要做一个什么五花肉 我今天其实做的是一个 为你设计的 特意为我设计的 第一是这个五花肉 把它给它瘦肉伸 这吃不能油腻 还不能长肉 然后第二呢 还是为你设计的 因为赛永志吧 就特别像小朋友 所以特别喜欢酸甜烤 真是 我觉得就是 比方说吃腻的东西 然后你要吃一点酸甜 那就很容易解腻 是的 然后今天要做一个菜 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做糖醋酥肉 你听来真是不错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 这个范爷经常也跟赛特合作 对 你见过他的现场做 我还真没 真没见过 但是我是有很有信心的 你有信心的 你看跟赛特这边 他不光跟我 你看跟夏大厨 河大厨 浩大厨 我们经常都有合作 厨艺嘛 我见证过两次 反正不再行 这个动手能力 和我们这个理论吧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说实话 不敢 恭维 赛特厨艺 我告诉你 那叫一个高 我跟你说高的是高不可攀 高到什么程度呢 只会说 不会做 因为陈才真的是说得了一口的好菜 他做菜 没见过 他做菜 没吃过 说得一口的好菜 这句话是很中肯的 你没听过吗 我叫大厨界的王雨嫣 那到底这个赛特能不能把这个说的菜做的那么漂亮呢 咱们一边来一边说 好嘞 那首先呢 看你准备了五花肉 还准备了一些小的水果 一般这吃完肉都得吃下水果 姐姐你 那你来 这个我知道赛特平时生活里头对五花肉是情我独重的 可说呢 我经常看赛特发一些朋友圈 就是其实别的朋友圈是晒自己什么的出去看个电影啊 买个新衣服啊 晒个包啊 真的不一样 晒五花肉 因为我小时候是特别爱吃瘦肉 后来成熟了以后我妈老代我吃那个韩国烤肉 让我就发现哇真的五花肉好好吃 对对对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般呢我是会把这个五花肉切成这种条 然后它的好处是它的断面特别多 断面多的话它下锅的那个油脂就会渗出的比较充分 而且会更容易入味儿 而且我觉得这样呢根本就看不出刀工是好是坏 锅热了以后我们来点油哈 基本温度上来以后就可以往里面放肉了 来我帮你刮 嗯 你放进去 那么有眼力见呢 有点不太适应 你怎么上个节目以后感觉整个人有点不一样 我一般会先下肉的时候放在锅边上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温度可能会稍微的弱一点 嗯嗯 就这些吧 就这些 你一顿不适合吃太多 那我今天那个意你就感觉没有了 我本来是想在节目里多吃一点的 结果还不给这么多 那我考你个问题吧 你要不要拿个盾牌打的 不用不用 我真的是一个做饭的人 你怎么这样 行行行我们先看看 每人每天 嗯 我们给出的一个合理的 对吃肉的量 肉的摄入量是多少 这个哎呦 这也真不知道 这个不是这个节目里讲的 但是我也忘了 哈哈哈 四十到七十五克 那这相当于大概几块呢 如果这样的肉 我觉得有个两三块到头了 我还真是爱吃这个 外面更焦一点的 我也是 是吧 对 更焦一点的才能把里头这个 显得更嫩一点 外面更焦了 为什么大家觉得香呢 这个就是最著名的美拉德粉 白肉 如果收热之后呢 造成那个肉里边的 方向物质 是的 但是吃多了真不行 对对对 来跟你讲一个我们的赛奶 吃肉吃多的故事 你好好讲啊 有一回我们两个共同做一个节目 对 他那我先掐的骨口 为什么呀 刚才也不知道啊 他就是没事你使劲掐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 然后掐的骨口 他感觉缓过来了 然后我们才开始录 开始录 录像过程中 他就一直在捂着自己肚子 一会儿就说不舒服 一会儿就蹲下了 对老婷姐 因为我还在坚持 现场有三百多的观众嘛 对 然后你就不太好意思叫婷 但我后来真的是有一刹那 我觉得我已经听不明白 勇智在说什么了 我后来问他 我说你是生病了吗 他跟我说 他说不是 他说昨天吃了太多的红烧肉 导致今天实在是有点不舒服 你可能想象一下 一个表面上看着很瘦弱 对任何事情 都有养生态度的一个女孩子 居然在家里吃肉 吃多到录不了节目 这个经理真的告诉我们 人人都有弱点 咱们说了半天了 这个肉呢也有很多小变化了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坚持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是习惯在最后先给肉 先要入一点味的 先来一点盐和胡椒粉 可以了可以了 你看怎么样 你先给我拿一个盘 我要把它盛出来了 然后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特别好 真的 然后你看它外面是胶的 这个肯定没问题 然后你再拿筷子去扎一下 你就知道里面也是嫩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还真是能扎的 真的是 然后永远之间可以看一下 还真是 你要是天天把自己这么编一编 也能瘦 那大鸣球每天把自己烙烙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编好的 就是我们刚才切的那个肉 确实它还瘦了 瘦了一圈 瘦了一圈 这个我们能看出来 本身呢 我们放了油就不是很多 对的 然后经过鞭 把本身的油再鞭出来 我们下一步要做点什么的 我会调一个碗汁 好 是这样 今天糖醋口的话 我是会选一个那个番茄酱 来炒酱 但是这个番茄酱是需要调味的 你只要有了这个汁 你家里再有这个番茄酱 咱别说搭配五花肉了 我觉得配点其他的青菜 你也能当肉吃 所以这是万能汁 万能汁 看看赛赛的简单万能汁 需要一勺的白醋 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五花肉是加过盐的 然后这一点盐主要起的作用 是让那个酸甜口的那个甜 它不腻 要想甜加点盐嘛 对 你看 你说的还是有道理 对对对 那个毛语言 说的都挺好的 再来糖 好 总之可以稍微给我来一点水 自己倒吧 好吧 倒多了再灌我了 然后我们把它调开就行了 水其实不用太多 那接下来咱们就炒酱呗 这个汁都算调好了 调好了 特别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油锅一热 然后咱们下酱 然后这个番茄酱 基本上就是下锅之后 我们炒到它出那个红油的状态 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 就差不多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特别简单 就是要下我们调好的那个碗汁 小三天口有它就得了 其实就是点醋跟糖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 是吧 然后基本上我们下锅那个碗汁 然后炒至开锅 然后看它的那个泡泡 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可以了 可以下锅了 我们可以把那个煎制好的五花肉下锅了 嗯 要翻勺啊 本来是可以翻起来的 这锅太沉翻不了了 不要难为我 我特别害怕就是把肉翻到你的身上 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的这个这个菜可以出锅了 能拿得动吗 能 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模有样 但是一会味道好吃不好吃 我跟饭大厨呢 要好好健健健健 我觉得不仅你们要对味道有要求 主要是要对口感有要求 那当然 那接下来我们公筷呢 为二位加一下菜 回家吃了微信提醒您 合理使用公筷有助于家人身体健康 哎呀 来翻一下 好 谢谢 嗯 怎么样 做熟了 糖醋口 同时呢 外焦里嫩 糖醋汁炒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嗯 甜 酸 包括那个盐的那点底口 很均衡 所以这个菜为什么这么香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 我们选用五花肉把它切成小条 开火起锅倒入少量的油 锅热以后将切好的五花肉肉条下到锅中 看到有充分的油脂吸出 即可 本汁当中放一份醋 一份糖 少许盐 适量的水 调配均匀 少量的油 锅热之后我们下入番茄酱 小火炒至番茄酱出红油 随后倒入我们的碗汁 带酱汁炒至冒泡 下入煎好的五花肉 开大火收汁 酱汁挂均匀五花肉之后即可起锅 咱们主要是把五花肉瘦身到极致 你想象一下要是没有这个过程 这些油都在你的肚子里面 又一次瘦身 好 现在到最后一步了 今天呢 我给你多一种方式方法 帮这五花肉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升级呗 咱们一块学学好不好 好 太好了 今天做一个什么五花肉 今天我们做一个茶熏五花肉 但是我们这个不是完全把它熏熟 不是 这是熏味 咱们主要是把这个五花肉 瘦身到极致 咱们四步来操作 五花肉咱们就也是一样 咱们拿小吃的肚子来比 五花呢分为上五花中五花下五花 我们尽量选中五花 中五花呢 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我知道了 因为中五花比较明显 不是 它是肉质的这个层次很均匀 是的 所以口感也更好 嗯 肉呢咱们就直接切成这种条 锅呢咱们也是把这个锅烧热之后啊 什么都不放 好 直接就咱就把肉加进去 嗯 往我们搁在这儿 一会儿倒油用 好的 这也能倒出油来 这个我们随时倒 哦 因为我们的五花肉的油脂呢 足够多了 嗯 你看看我们现在看这个油脂很明显啊 已经吸出来了 刚才一点油都没散 你别咽口水 我听着咽口水的声音 这个火呢 你看我们就是中小火这种状态 不用太小 太小的话你这个油脂不太容易 对对对对 不容易出来 对对 这样烧 哎 你想象一下要是没有这个过程 这些油都在你的肚子里 哦 都被我们吃掉了 这一步呢 我们来炒一点糖 水炒糖 对 水炒糖 这个水炒糖呢 这个糖的颜色已经变成这样 这还在爆鱼眼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啊 嗯 加入这个咱们的鲜蛋汁 这一步呢 我们第一是要的这个焦糖的焦糖香味 嗯 另外呢我们要的是这个 香港人的齿香味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肉 直接放进来 这个酸第二步是什么 还不算 这个是为了入味 入味 入味和挂色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很容易就挂上了 嗯 基本上这个汁完全收没到 就好了 我得快手来两块葱姜 葱姜蒜 我们直接就进锅了 这锅里头呢 我们就放很少的几滴油 就是为了让葱姜在这个锅里能爆出香味 哇 这时候我们得加点香料 丁香 丁香 大概有个五六粒就好了啊 八角两个 香叶 我们可以来个五六片 好 这一点油呢能润到锅底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呢 真的很少耶 它就可以 将这个葱姜的香味激发出来 小时把那碗茶水滴给我 这是咱们去油纸第二步 我们用泡过的茶水来 大家注意到去油纸第二步用茶水 我们加点颜色啊 风趣 基本上来说这个 这是茶都可以用 对 基本上茶都可以用 根据您这个个人的一个喜好 把这个肉呢直接就进来了 哦 下茶汤里了 这就是咱们一个闷制的过程 现在呢这一步咱们是为了制熟 嗯 做外生 咱们再为了增加点香味 嗯 大枣 枣呢可以健胃补皮 嗯 所以呢我们加一点用清水泡过的这个枣 这个咱就改成小火啊 改成小火炖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啊十分钟 我们现在把茶熏的锅准备过来 家里面呢准备一点这个东西 哦 咱们在熏东西的时候呢把它垫在锅底下 这样呢它就不会把那锅给污染上 哦 把你家的一个好米给我拿点来吧 好嘞 会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买米买面认准复林门 重量复林门米面回家吃饭指定米面 同样还是这个茉莉花啊 茶叶呢会是这个米的一倍 两份的茉莉花茶 两份的茶 一份的米 咱们这个加点糖 一个是增加香味 另外一个主要是让它这个烟气味啊更重 哦 咱们把这个呢直接放到这个锡纸上 嗯 这个熏料还能有什么吗 还有这个花熏 玫瑰花熏 玫瑰花熏 其实跟这个茶熏的意思差不多 一样 对 只不过你里边加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咱们这个肉啊基本上好了 咱们怎么看呢 很简单哈 咱们找这个肥瘦相间的位置 嗯 这么一扎 一窗口 嗯 稍稍收手汁的时候 我们再来加一点盐 找找口 嗯 一般都是最后放盐 最后放盐 有助于这个肉的口感更好 嗯 看这边呢 我们这个烟已经开始出了啊 哦 那边开什么火 对锅比较好 我们现在开大火 先让它烟起来 好 这个熏我们有一点不明白啊 就是我们大概要熏多久 很快 咱们这种熏很快 因为咱们不是为了熏熟 对 咱本身这个肉现在熟的 咱们现在要看这个烟 现在这个烟刚刚起来 一会儿这个烟呢 会比较浓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关成最小火 就可以了 三分钟 哦 来 咱们这个 现在可以关火了 嗯 这就好了 三分钟够了 哎呀 看我们这个肉的颜色 哎呦 非常好 因为这个熏的这个烟 会把这个肉的颜色再上一次 好亮啊 嗯 你瞅瞅人做出来那个傻 菜菜 这应该是我跟你说的吧 是吧 我们熏制的时候 我们这儿能看到 也会有油滴滴到这个上面 是 又一次熟身 又一次熟身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步 我们现在到最后一步了啊 哇 哎呦 嘿 我这要学会了就可以开张练摊了 就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两片肉 放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搭一个 红椒 哦 搭一块葱 嗯 这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整体的解腻的作用 哇 然后把它卷起来 然后我们就用到香菜 我们用香菜 一个是说它也是食材 另外一个主要是香菜的味道 可以跟它有互补 是的 这样 我们就是一个 吃的时候就是 一口直接进去 但是我跟你说 你必须搭配蔬菜来吃 嗯 是啊 就是因为蔬菜能解腻嘛 是因为今天比方说 我们选的彩椒生菜也好 其实它贡献了很多的膳食纤维 第一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肠道的毒素 另外一方面 像咱们胆固醇油脂的吸收 膳食纤维多了之后 它们都不会再吸收的那么多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减肥的第四波很重要 五花肉嘛 是我们我觉得生活里必不可尝的一种肉 有五花肉才有幸福感 对对对对 这是赛菜最幸福的事 那接下来更幸福的事 就是我们跟赛菜要尝一尝 赶快尝一尝 这个不用加 咱们就在拿手的好不好 来挑一个喜欢的 千万别客气 好好吃 我觉得裹的那个彩椒和小葱差到好处 因为它俩贡献了一点点的甜味 对 但你吃东西一点也不舒服 你怎么更快就要都吃完了 因为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里面这个香味 尤其是熏上去以后 那个肉的香味特别明显 然后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茶香米香在里面 所以这个菜为什么这么香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 我们把五花肉直接放在锅里边 中小火的状态慢慢煎 其间呢煎出了油要把油倒出来 煎到琥珀颜色的时候 把这个肉取出来 锅里面直接去炒一点糖色 我们加入泰特勒酱蘸汁 然后把五花肉放进去 大火收汁 让酱汁完全包裹在五花肉上 我们另取一个锅 加入葱姜蒜 加一点油炒香 加入八角丁香香叶炒出香味 加入泡好的茉莉花茶水 加入一些红麴粉 再加一点泡好的红枣 然后把挂好汁的肉放进去 小火焖至15分钟 另外我们再取口锅 锅里面加上一个锡纸 加入米茶叶还有糖 大火烧到起烟 把我们烧熟的五花肉 放在架子上面盖盖 小火状态熏至三分钟 搭配生菜甜椒小葱和香菜 食用就可以了 觉得今天来的回家吃饭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 其实在家里面自己做吧 很多东西都是凑合和应急 极致出来的 但是你看跟范老师学习了之后 马上那个思路就理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如果您爱吃肉 爱吃五花肉 您就今天看我们这期节目 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您家里的厨房 操作一下 跟家人分享一下吧 回家吃饭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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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